總部位於三藩市的軟件公司Salesforce 今天再次宣布計劃裁員 今次將在其外爾蘭的業務中裁員50人 主要集中在銷售和客戶服務團隊 這項最新的裁員計劃是在今年1月 宣布全球範圍內裁員10% 大概8千名員工後的有一個裁員決定 而除了Salesforce之外 灣區的科技行業正在經歷裁員潮 陷近上星期宣布了在灣區裁員大概200人 而微軟、Sumalogic和Intel Corporation 也紛紛宣布了其他裁員計劃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